当谢隆介喊出 他已经是最接近要赢的地方了 要胜过黄伟哲了 来这个正好 这个对蓝银来讲 是一大振奋 朱立伦怎么不赶快征召谢隆介呢 反而是要去内定陈以信 这到底是怎么样操盘 我觉得外界都看不懂 到底朱立伦在想什么 我先讲谢隆介 我觉得谢隆介这是完真的 我最近注意到他服装有改变 他之前都万年西装 他最近好像毛衣 然后这个看起来比较文青斯文 所以感觉谢隆介是完真的 然后选战给有节奏 好嘛我们再怎么嘲笑他 可是这是不是逼着我们讨论他 总比蒋万安好吧 每次蒋万安我都不知道讨论什么 有哦今天开始有了 对不对 蒋万安之前被我们讲 他讲是因为他被骂猪头 也不是他自己抛出来了好不好 这东西就是总有个样子嘛 然后总是在地人嘛 那陈以信我就很有意见 我很少看到空降空降的 这么理所当然的 耍特权耍的这么特权的 一般来说空降大家摸摸鼻子 就好好就是跑行程 然后初选 哎你空降就算 然后你还说他不赞同 用民调来初选 不然要怎么 就直接指定你就好 就证明他是内定了 不是吗 对啊 内定的内定的这么理所当然的 我真的很少见的 我觉得有点坦白讲 他是政治判断不好吧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政治判断不好 蛮怪的嘛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国民党的部分哦 真的我觉得他们的提名策略 因为你看我们一路讲嘛 都讲县市长等级的 从他们的呃幕僚单位 然后包含县市长等级 现在讲到议员等级 我觉得真的是一团乱了 对 我帮维员报区啊 张维员 张维员等一下也会讲 他是我真的帮他报区啊 那个办法到底是什么办法 你加权加到百分之百 你这不用 就是不是这样子搞的 你加权加到百分之百的话 你就是上了 就稳上 那大家只比一件事比谁年轻而已 你说加个10%加个20% 这我觉得还勉强可以想象 你加到百分之百 他说我领域年轻人啊 好啊 那你就老人跟年轻人一起选啊 你懂为什么 你没有啊 你优先排序 民进党是这样子哦 老人跟新人是一起的 一起的嘛 他的优先排序是现任优先 然后呢 非现任的 大家大混战 那非现任的全部都是年轻人嘛 就想投入的政治的嘛 对不对 一群年轻人呢 蹲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比你的政绩 不比你的耕耘 我很简单 我35岁以下 我就加权70% 然后第一次参选 加权30% 加权100% 我啥事不用干 我就加权100%啊 那这件事情很有趣哦 比如以张维元来说 他的松信 他的对手天方伦 30岁嘛 对不对 他第一次参选 然后30岁 35岁以下加100% 我因为拉斯之前选过立委嘛 对不对 是你没头的 所以没有初次参选 这30%不见了 然后呢 38岁 只能加权50% 50%对加100% 怎么搞 你没有办法弄嘛 我起跑点就输50%了 好 那输50%就算 那文元怎么办 很简单的 去士林北投 去欺负黄子泽啊 黄子泽47岁啊 47岁又选过啊 0% 加0 跟我们疫情一样 但是黄子泽 你能说他不好吗 黄子泽也算新人吧 就说 他已经等到天荒地老了 对啊 点到头发都白了 皱纹都出来了 47岁再搞过去 年过半百 再次北上 年过半百 但黄子泽没有不好啊 因为他之前在国民党 那种宫廷政治文化 也历练这么久 历练很久的 这个所谓幕僚 那出来选举 又比不过地方政治什么的 所以重点来了 现在朱莉安会不会搞到 天怒人怨 老的小的都怨他 而且特别是那个内定 有没有可能在 接下来的选举当中 会搞到自己灰头 我重点要讲 小的怨 对不对 老的也怨 因为他N加1嘛 N加1是什么意思 我现任三席 我要多一席吗 因为他非得要加1年轻人才有空间嘛 可问题是对现任的来说 你不要开玩笑 18年是靠寒流 每个选区我们都多 不小心多一席 有时候多两席的 你现在给我N加1 N加1不是搞15吗 今年会不会吐回去 会吐回去 2018是这个 有人评估高雄每一区都要吐一席 台北市我认为 不敢不见得每个区 但是应该有一半以上区都要吐一席出来 那你现在就已经没有空间了 你的盘就被朱莉伦 被吴堆毅将起 才有朱莉伦 联手越做越小 那你现在还要N加1 那老的也天怒人愿嘛 所以你看搞个提名 老的生气 小的生气 现任的生气 挑战的生气 在地的现荣界生气 空降的乘以性生气 然后你提名的政院委员会 被提名的生气 参加的生气 就没有一个 很神奇耶 怎么可以做一件事 做到大家都生气 会搞到天怒人愿 照理来说做一件事应该是说A族群很讨厌 可我可以达到B族群的支持 这是OK划算的 大家精算 你怎么搞到全部人都生气 我觉得不得了 这这样一般的功利是没有办法的 我觉得他是上天派来毁灭国民党的